嗨,我是寶可夢 今天大家過得都還好嗎? 最近這個台股跟美股就是這樣上上下下 搞得大家都覺得說 好恐怖喔,現在到底要不要進場 不論你是在場內的人 已經開始心裡就是七上八下了 或者是你還在場外進行觀望的人 其實大家都會有這樣的疑問 而且很多人都私訊一直問寶可夢說 欸,寶大,最近到底有沒有什麼標的可以買 或者是有沒有什麼進場投資的辦法 可以讓我就是不要賠錢啊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喔 因為大家都不喜歡說 欸,今天我的投資賺了10% 結果隔天早上睡覺起床之後發現 欸,居然賠了20% 哇,這一來一回之間就差了30% 這個實在是讓人心中不會看病 真的是很恐怖喔 所以呢,如果你是跟大家一樣 在努力的存到人生的第一桶金 也就是100萬的同時呢 我相信你心裡面也會跟大家有一樣的困惑啦 所以呢,寶可夢今天就要來跟大家分享一個很不錯的投資工具喔 它擁有的是皇家級的服務 但是它只需要乳肉飯的價格 這個東西是什麼呢? 這個就是今天要介紹的主角 也就是 富邦奈米頭 俗話說得好喔 公欲善其事,必賢利其其 在這麼多的投資商品裡面呢 我最看重的其實就是成本 只要你的成本呢,比別人還要低 那麼你省下來的費用呢 其實就是超越別人的基底啦 那這次富邦奈米頭呢 它所提供的這個服務 其實最主要都是針對指數股票型基金 也就是俗稱的ETF 它的費用率非常的低 這就是它非常大的一個優勢啊 台北富邦銀行的奈米頭 甚至提供你零手續費 還有每天只收你投資市值的 百分之0.00274這個信託管理費 這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就是說 你放十萬塊在這個 所謂的奈米頭裡面呢 你每天只會被收取 三塊錢的這個費用非常的低喔 這個絕對是比這個基金交易手續費 還要低的一個選擇喔 台北富邦銀行的奈米頭 有四個很不錯的特色 我來跟大家分享一下喔 第一個 那就是它呢 一共有數千檔以上的ETF 來讓你做選擇喔 富邦銀行頭主打的是 有管理過歐洲央行 還有皇室的英國NUTMEG團隊呢 它從全球上千檔以上的ETF裡面 挑選出適合投資人的投報組合 重點來了 它所使用的標的全部都是ETF 也就是說它的成本超級的低 而這些ETF的投資標的很簡單喔 有在美國、歐洲、日本 還有新興市場跟全球債券的部分 這些所有的資產呢 其實都是由國際級的專家呢 他們全聽後的為大家做調整 那麼只要有市場上的波動呢 他們都會第一時間來通知我們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喔 那我覺得這個產品其實就還蠻適合 就是沒有任何投資經驗的手頭組 讓專家來替我們把關 這對我們來說呢 其實是最簡單的一個做法啦 二個亮點 小資簡易投資 像這樣子的投資服務 到底要多少錢才能夠進場呢? 其實真的沒有很難 它就是一百塊美金 所以非常簡單 一零零一百元美金呢 相當於新台幣只要三千塊 你就可以進場啦 非常的簡單 但是呢 我還是建議大家喔 如果你自己有多一點點賢錢的話 非常建議你變成兩百塊美金 或者是三百塊美金 相當於大概就是一萬塊台幣左右 你的進場下去之後 你的投資成效才會比較顯著啦 好的開始呢 其實也是成功的一半啦 所以我也不建議你一開始就放太多錢進去 我非常建議所有的小資組呢 先投一百塊試試看 如果你覺得這個成效不錯 你的投資手感有起來了 那麼你在進場加碼 其實也不會太晚喔 這個產品對我來說 最方便的地方就是 你不用反覆的操作 買進賣出買進賣出 你只要交給專家集團隊 每個月固定投一百美金 那麼你一樣能夠享受投資世界的豐厚回報 好真的是很不錯 第三個亮點 股權分割技術 這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這也是台北富邦銀行的獨家技術啦 海外的ETF通常它的聲控門檻 大概都是一千到兩千美金起跳啦 那為什麼我們可以用一百美金 就做到資產配置呢 這個還蠻特別的齁 其實最主要就是台北富邦銀行 它引進了這獨門的技術叫做股權分割 他們的股票進來之後呢 它把它分割成萬分之一股 所以我們小資主呢 也可以買到不同的類別不同類型的ETF 這對於我們小資主來講 我們的股本不高 但是呢 我們就可以用小小的金額 就可以買到很高門檻的產品 這對我們來說是不是也是很不錯呢 第四個亮點呢 就是聯手英國最大的智能理財 NUTMAC投資平台 這個所謂的專家集團隊指的是什麼呢 其實指的就是這個在英國跟歐洲最大的線上資產管理公司 這個NUTMAC啦 那前一陣子金管會其實也有發消息 就是講說 這個台北富邦銀行跟NUTMAC這個合作呢 其實已經正式的通過審核了 也就是說這是一個由政府可以擔保這個合法的一個 所謂的投資管道啦 你不用擔心這個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他們是國際級的投資團隊跟台北富邦銀行這一次呢 專門為台灣的投資人打造了這個富邦奈米投的投資服務啦 以前啊 如果你要得到這些專家集的服務 你可能要放好幾億在銀行裡面 才有可能會有理專來替你服務啦 但現在不用了 你只要使用奈米投 等於是這個台北富邦銀行他們的奈米投團隊 還有這個NUTMAC英國的資產管理公司呢 直接為你打理你的投資大小事 是不是還蠻划算的呢 不過啊還是要提醒大家啦 就是人家提供的其實也是一個專業的建議 但是要不要照著做還是由你自己決定 畢竟投資這件事情還是跟我們自己最有相關 不要把責任都丟給別人啊 那要怎麼跨出投資的第一步呢? 其實非常簡單 你只要有台北富邦銀行的賬戶 就可以開始進行投資啦 如果沒有的朋友 非常歡迎你點開下面的資訊欄 先進行線上的數位賬戶開戶 開戶完畢之後呢 你就可以開始進場投資啦 接下來呢我會用一些簡單的畫面帶著你走一遍 你就會知道富邦奈米頭其實非常的簡單啦 我們往下走吧 這邊第四個項目他問到寶可夢說 欸你打算要放多少錢在賬戶裡面啊? 那我那時候的設定是說 我先放1000美金進去 然後每個月持續的投資200美金進去 這樣子的長時間投資下來 我大概放20年會有怎樣的績效呢? 我們繼續往下看 欸結果出來了 寶可夢的結果是成長型喔 這個成長型的意思就是 有點類似是比較積極的方向啦 所以每一個人呢 都還是要自己認證的去做這個KYC 因為適合我的這個風險係數 不見得會是適合你的 所以大家還是要誠實的作答 這樣子才能夠找到最適合自己的 投資屬性跟商品啦 寶可夢在這邊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這個投資試算結果 我的算法是我先放1000美金 好這是我的一開始的這個本金的部分 那接下來每個月固定投200 200美金一直投一直投 連續投20年之後呢 我的本金加利息最後會來到了12萬美金 這個換算台幣就是360萬台幣 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意思是說 我只要連續每個月都投6000塊 那麼在20年之後呢 我的本金加利息 也就是我的退休金可以來到360萬欸 這是不是還蠻驚人的呢? 那我也建議大家可以利用這個試算服務呢 你可以把這個金額調高一點 比如說每個月投300美金 大概就是接近1萬塊台幣左右呢 那麼你算出來的結果呢 會更驚人喔 我們來看看這個畫面上 最後算出來的投資報酬率是多少 登登!是7%欸 哇大家有沒有覺得這個數字非常的熟悉 其實寶可夢在大大小小的講座跟節目裡面都講過 就是這個7%的年化報酬率真的沒有很難找 像你使用這個奈米頭 其實它專家幫你配出來的這個配置 其實差不多都會有這樣子領化報酬率的水準喔 這也是大家一直循循循循著所謂的Holy Grail 也就是所謂投資界的聖杯啦 這個來跟大家解釋一下喔 如果你使用的是七二法則來看的話呢 你會發現其實你的本金呢 會在這個投資報酬率7%的情況之下 比如說72除以7 那麼算出來的數字是10 這就代表說我的360萬的退休金 在10年之後呢 會翻倍成為720萬 在10年之後呢 就會翻倍成1400多萬 所以這個意思就是說我們的資本喔 在這個市場裡面 在繼續的錢滾錢利鼓利的情況之下 真的是可以翻倍再翻倍 也請大家一定要務必把握這個 所謂的7%這個黃金數字 當然這些都是系統算帳的預估值啦 所以到底是否跟著可以拿到7% 這樣子的這個所謂的Holy Grail 你還是要把錢放進去 真的走一遭才會遲到啦 所以它一樣還是有風險的 不過呢 如果你投資的標的全部都是ETF 我個人覺得它的風險是相對比較低的 這個今年以來啊 其實市場震擔非常的劇烈 因為這個COVID-19 然後3月份有一個股災嘛 所以這個從3月份以後走到7月份的這段時間 其實我們富邦奈米頭給大家的投資標的呢 其實大概有96%以上的投資人呢 他們是獲利的 大概只有4%的人是虧損啦 然後呢它的累積報酬率大概來到8月15號 我們的畫面上的數據大概就是5點多% 尤其是3月中旬疫情發生以來呢 其實導致了全球的股災呢 一直不斷的往下點喔 所以從3月份之後繼續往上回到我們現在8、9月了喔 所以其實這個木方奈米頭的累積報酬率已經 有來到了17% 17%左右 所以我個人覺得這個富邦奈米頭 它的策略是非常穩健的 能夠帶領我們投資人就是持續的 穩定的往下走喔 這組就不會那麼浮動這樣子啦 說到底我們小資族遇到最大的困難點是什麼 就是我們根本不知道要買什麼 就算我們有錢我們也不知道要投資什麼東西 所以呢困難的事情就交給這個專家集團隊喔 比如說富邦奈米頭 那我們最簡單的事情就是每個月定期定額的投3000就好啦 那寶可夢也特別提醒大家喔 你先不要放那麼多錢進去 你先放100美金 先試試水溫 看看欸 這樣子的成效不錯 波動不大 而且有賺錢了 你再來考慮持續的進行加碼 這樣子對你來說其實是一個比較好的做法啦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分享的話呢 也非常歡迎你來快訂閱一下 然後呢公開的留言按讚 分享跟你身邊的親友 讓他們一起學習投資理財賺退休金的奧秘 也希望大家能夠跟寶可夢一起喔 就是努力的衝向人生的第一桶金 一起努力想辦法開心退休好不好 我是寶可夢 我們下回再見 掰掰